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大波幅時代,日日過千點 港股見底味,月線圖啟示 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市只是跌了276點,收報24032 成交非常活躍,重要的事情講三次 非常活躍,是過2000億的,有2024億 今天港股一開,其實最低的時候跌過1789點 最低的時候見22519,所以說最後那時候只是跌276點 就跌得很少了 今天低開,然後高走,一支大潤燭的,也都大成交 當然技術上高是一個向好的啟示,即是反彈的啟示 不過今天港股之所以是大幅低開 就是因為之前外圍那些跌得很差 整個恐慌的情緒很嚴重 而港股原本是沒有想著,今天就一開已經跌成千多點 結果一開,差不多已經是等於那個量度跌幅 所以它一天就完 第二,今日之所以低位反彈 就因為市場見到各國央行 終於聯手做一些事情 以及各國政府都準備做一些事情 雖然其實原本市場對G7財長和央行行長的電話會議是很有期望的 誰知道出來就失望了 因為沒有什麼人做事 聯儲屋當晚是緊急減息0.5厘 之後有部分央行,例如加拿大央行也都減息 英國央行也都減息 之前澳洲央行已經減息了 等等 都有做了一些事情 包括昨晚歐洲央行 都有做一些量寬的措施 不過市場覺得未足夠 現在反而大家覺得你不只要靠減息 減息這一招就不太行 是要做其他的事情 包括等下再說一些行政的措施 所以才可以支持市場上升 或者起碼止減息 這些措施似乎是教直接減息的效果 相反現在市場對下週聯儲局減息 那個預期是沒有那麼強烈 不是不減息 是減息的幅度 原本最極端的時候 是想減息一厘 直接減到0至0.25厘 不過現在可能大部分預期 是減0.75厘 甚至乎可能到最後減0.5厘 因為光是減息 其實對美國都是不好的 有什麼不好呢 因為你的息太低的那些企業債 就沒有人買 你想想很多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線發的債 你的息如果很低 但是那些公司質素不一般 息太低的投資者怎麼會去買它呢 不買的時候那些債券如果爆煲的話 就影響更加深遠 所以為什麼呢 一路降息下來 那些市場很擔心 其一 其二 也都是 那些銀行股不斷跌 一來銀行股息差收窄了 二來都怕銀行借了很多錢 給這些公司 那些公司會爆煲 因為它不能夠在市場發債的話 就沒有錢還給銀行 那所以呢 其實那些息就沒有太低 現在市場有這樣的看法 那相反用什麼措施呢 例如緊急注資 其實昨晚聯儲局是向市場 緊急注資了三次每次五千億美元 總共1.5萬億美元 另外呢 今天收市之後呢 內地公佈定向降準 這個其實是昨天我和你的視頻都有講的 因為市場都預期的 那放水大概5500億元人民幣 那另外有些地方呢 都很激烈的 做法 例如呢 各地監管機構開始呢 緊隨這個 金融海嘯 和歐債危機那時候的做法 就是什麼呢 限制沽空 不給沽 那這一招在內地呢 大家知道了 在春節回來之後 其實內地的市彈上去 其中一樣東西就是 大家知道不是很給沽的 那現在呢 在海外那些都是打算做這一招 當中呢 南航金融服務委員會呢 宣布禁止沽空所有股份 為2011年以來首次 直至到9月16日為止 那就是要為期半年 南航直接不給沽 那南航如果做得其他國家呢 都有可能呢 會仿效的了 那另外呢 還有呢 還有呢 南航不給沽 之餘呢 就是要放寬企業 每日回購股份的限制 即是 叫那些公司回購 那你想想一下 市有機會可以好 好了 日本央行又說呢 要採取這個大膽 和史無前例的舉措 如是將採取大規模的財政 和貨幣政策的措施 即是不只是單一美減息 要有財政政策配合的 西班牙這個市場監管委員會 要求禁止沽空69隻股票 泰國證交所主席 亦都表示 臨時調整這個沽空的規則 意大利證券交易委員會 禁止沽空 英國金融監管委員會 禁止部分股份的沽空 所以有很多機構 現在出來做事 不給沽 中美兩個最大國家 就很緊急放水 聯儲局剛才說的 1.5萬億美元 分了三次來注資 這個數目很大 內地5500億的定向共準 不夠的話肯定會再做 所以搞到今天的市場 就低位反彈 好了 大家看看恆生指數 這幅走勢圖 先看日線圖 我們看到 頭肩頂量度跌幅 大概22,500區 今天竟然一下度 因為昨天原本 都會再下跌 想著 是的 我在經濟日報 今天寫直插 沒有稅花 他真的一插 不過他今天不是由高位插 他一開就已經是最低位 因為一開已經去到25 加上這些大型的措施 他今天就有些反彈 當然 未完全收復之前的失地 之後你都看到這些圖 如果 這裏有裂口 兩個裂口 這些裂口將會成為 將來反彈的 阻力 要真正好 就要站在26,000之上 當然現在初步是有反彈的跡象的 好了 國企指數的情況 待會先看 我們看回內地股市 內地股市 今天跌了36點 也是一支揚足上來的 因為預期都降準 結果收市之後 定向降準 這個走勢 其實沒有香港那麼差 因為他沒有破到之前的低位 現在當是一個大型上落市格局 稻子 注意 稻子其實就真是 好像巴菲特說 他活了89歲 只要你夠長在市場 就會永遠看到學到一些新的東西 看到一些新的東西發生 因為 我90年代初到現在20多年 都從來沒見過 是這麼急的跌浪 有些說87年股災 那些是一下子跌下去的 就不是這樣的 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那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由29568 29568 歷史高位 就跌了8400點 就是大概28.5% 急插去到昨晚最低的21154 之前那天跌了兩成 昨天單日再跌一成 這些事情 急的大型的跌浪 當然 就是各國就要出來 就是止咳 就是做一些政策的東西 現在做了一些事 估計都會有些反彈的 又是 這裏有下跌裂口 這裏有下跌裂口 兩級下跌裂口 都是成為它的阻力 又是 跟港股差不多 站起來 真是好 起碼要兩萬六至上 否則這些暫時來說是反彈 但當然反彈都可以很多的 是不是 你想想今天港股 由低位反彈 賺到一千多點上來 都不可以說是小事 好了 我們看看美國債息是怎樣 美國債息 剛才說過 如果那個息 減得太多 其實對銀行的息差不利 亦都對商業的發債是不利的 因為它的息太低的話 你覺得公司會受惠 但那些投資者不是爽 即是那些公司 有些質素沒有那麼好 但息低到完全 回報不吸引的話 那就不買了 不買的話 反而就更加 股災出現了 相反現在 你覺得 見到一些債息上來 昨天都跟大家說到 因為其實歐洲那些 很多錢要unwild 現在的債息 即是債券沒有成為避險工具 因為太低息 但太低低得太緊要的時候 反而做不到避險工具 好了 因為它也都 套息交易那裡 也都發揮不到作用 所以現在回到0.9幾 0.9幾即是說 預期的減息的幅度 可能沒有那麼多 所以大家對下個禮拜的減息 不要 還是打算1厘 0.75厘 可能是0.75厘 或者0.5厘 都不奇怪 好了 看看 月線圖有啟示 有什麼啟示 恆子你看看 月線圖 今天落到最低位 22,500區的時候 剛剛就是這個2008年 隱身上升軌 所以今天那條題 大波幅時代 天天 大波幅時代 天天過千點 上落 是吧 你講估見底沒有呢 就看月線圖有啟示 就是說 這個 可能是一個短期 甚至乎是一個中期底 很簡單 是不是呢 你設定今天那個低位 做止洩位 今天的低位做止洩位 就是說如果跌穿 22,500 那就沒有駕駛走 如果不跌穿的話 可能有少 都有一、二千點的反彈 不過今天都彈了一千五百點 可能之後還有一千點 的反彈 當然你也不要抱有這麼大的期望 說現在很容易就上得回去 畢竟疫情又未過了 現在都是推出一些措施止喊 如果你是保守型的投資者 就繼續做引者 不需要理這些 小型反彈也好 中型反彈也好 這些拼搏 全部都是偽高人膽大那些 去搞得了 如果你是保守型投資者 就一於等了 開頭那一、二千點 拼不到 有它 因為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因為如果它真的好起來的話 這個大家 你看得到 這個跌完的了 它之後好得回來 譬如說 這些 08、09年 真的好得回來的 它是大量升幅的 2016年頭 如果真的見底 它之後是一個長期的升幅 很大型的 這裏由10676 或者2009年3月的低位 11345 升到其實 大概接近2500 這裏由18278 升到33484 這些是很大型的 開頭那一節 如果真的錯過了 不要緊的 但是萬一如果它不行的話 會跌穿的 所以如果你是保守型投資者 不需要急 這些只是高人膽大的 有些人告訴大家 剛剛碰軌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國企指數的月線圖 其實都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都是剛剛碰到2008年 隱身的上升軌 所以月線圖有些啟示 如果真的說 銀行高人膽大 想拼搏的話 我就不贊成 2345678線 雖然其實那裏有很多機會 帶領銀行高人膽大的去搞 是不是 那你真是說要什麼 其實好像騰訊 阿里巴巴這些都夠了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市場 今天恆子都沒有倒升 騰訊都已經倒升了 一枝大羊竹上升了 但是是不是真的好了 還不是 兩級下跌跌口 還有這個是什麼 高低頂的項線位 都還沒有修復 這個項線位 大概369.6 你當去370 370 要上去370之上 才是真是為之 叫做回穩的 現在是一個既成反彈 但是你也說 都是這些股價較穩陣的意思 阿里巴巴 今天也是 阿里巴巴今天最低的時候 跌到177元 大家知道IPO價是多少 是176 只是交IPO價高1元 大型反彈上來 它比騰訊更加強 因為差不多收復了 之前那天的跌 這支陰燭 差不多跌上去 但是是不是完全好了 又是未好住了 因為這裡還有兩個下跌跌口 還有起碼都有這個項線位 這個項線位大概200元 上來這裡才算是好的 不過這些股 已經是在這麼多類股份裏面 這些叫強勢了 如果你是 昨天都說的還是持有 這個有不明朗的話 你不想玩著的話 其實不要緊的 想到來 你可能先走了 都可以的 再容後 再看看市場是否真的反彈 才再決定 現在畢竟市場 還是大波動的 你要預期 今天反彈1000元 天天都可以這樣對著市場 否則的話 就先做著忍者 等危機過去 總有大把機會 留得青山在 哪怕沒有柴燒 今天分析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